屏東縣去年12月65歲以上人口已經突破了20% 邁入超高齡社會 眼見實質症盛行率逐年增加中 那麼屏東縣政府為了提升長照服務的量能 歷經3年時間規劃籌設 赤資4.1億打造的多層級樂活照顧服務員區 11號正式啟用 右手由上往下屋 同時靠出左腳 屏東縣長周春蜜 跟著長者伸展筋骨 長輩們一同聚集在這個全國第一處 結合研究教育和社區共融的 多層級樂活照顧服務員區 11號正式啟用 未來將提供居家室 社區室與住宿型的長照服務 後續會提供我們屏東 失智者中 輕重 失智者還有相關家庭的服務 它除了同時結合了這個服務之外 照顧之外 也包含了教學跟研究 屏東縣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率去年十二月突破百分之二十 推估失智人口有近一萬三千人 為了迎接超高齡社會 縣府歷時三年籌設 施資4.1億打造1.3公頃的照護園區 將分為兩大區域 高齡照護區規劃長照 失智門診及共享餐廳等 複合照顧模式 樂齡學習區一樓建置運動休閒場地 搭配兒童遊戲場邀請社區民眾一同走入園區 總共有提供76床還有相關的家屋的服務 我想這是屏東長照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那現在屏東大約失智人口在一萬三千人左右 所以呢縣府還要結合各界的產官學 大家要好好的來照顧我們這些可愛的寶貝 樂活照顧服務人區除了擴展屏東長照服務量能 也結合失智時政研究與教學 希望實現長者在地安老的目標 記者綜合報導